張天賦先生 恭喜你 即將要開紅館 Hello 多謝多謝你 我又想問 你何時接收到這個消息 一月的時候你要去紅館 講起這件事有點有趣 因為當時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是我有一天剛剛做完工作 應該差不多一年前 我們的同事跟我說 現在開始慢慢紅 我們開紅館了 我要去開玩笑 我很囂張 說好 先開十場 然後一個星期後 真的有一張紙給我 是申請紅館的 然後我就呆了 因為我原本真的以為 玩大了 對 我原本以為是開玩笑 有個目標 於是才知道原來是你真的 當下其實很驚喜 但馬上也很緊張 不要緊要就照簽 因為都要看他批不批 然後到他真的批 好像開始要練習了 不過那時其實很露定 現在快到了 我就開始很緊張 還有一個多月 我想問 其實很多方面 坦白說 我也算是樂壇的一個新仔 暫時現在對舞台的經驗 對演出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未夠火候 再加上在紅館這麼大的場地 要應付八、九千人 要鎮壓著台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難事 加上我未真正試過開一個個人演唱會 其實無論是體能方面 如何控制能力 如何養聲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我未試過的事情 所以這次是一個挑戰 開始殺到你 暫時宣布三場 你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找了十場 其實有沒有預計加場 或者預計多少能力應付到 其實跟公司溝通過 我想加場的機會應該比較少 因為是當期的問題 對我自己而言 其實三場未必夠後 但視乎體能方面 我也不敢冒險開太多場 公司和贊助商 我覺得對你很有信心 首先三場紅館 還有票價方面最貴是1080 都很高 個人歌手來說 其實算是很高票 價格很高 其實我對這個沒有什麼認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貴了 買票的時候 買Eason 其實880都很響響 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我未出道之前 其實我不是看很多show 我想我出道之前 只去過兩次紅館 一次爸爸帶我看WONNER的演唱會 一次就是周杰倫 所以出道後 幸好公司有辦法帶我去看show 或是你做嘉賓 或是我做嘉賓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 對於價錢方面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既然你剛才說 既然這個票價貴 我又要更加努力 就是了 大家都會問1080 MC給大家看什麼 可能是否製作上很龐大 或者可能很多舞台效果 或者影片 或者很多Band Dancers 這些都是已經談好了 其實暫時 開過四次會 現在談的事情 就是一些歌單 之後 我想舞台效果的事情 可能很多都要談 因為坦白說 我覺得會多了限制 可能在機關上的事情 而且因為防疫條例 也有很多環節 可能未必能夠做到 其實我想也要經過商量 去溝通 看看如何去做好這個Show 我們看到這張海報 我們看到這張海報 就叫做This is MC 有一個很帥的MC站在那裡 有隻貓在你的肩膀 整個概念是怎樣來的 當時是同事想的 因為同事都知道 你很喜歡教父這個電影 其實我喜歡這個電影 是因為爸爸影響的 當時有Michael這個名字 我英文名叫Michael 有Michael這個名字 都是因為爸爸看完這部電影 裡面的主角的兒子 叫Michael 他就覺得 應該 我也想我兒子這麼帥 揹起一家 幫他處理所有事務 改了我的名字 叫Michael 同事就覺得 反正也是 不如致敬這部電影 拿這部電影教父來做一個主題 去拍這個poster 那隻貓是真的一隻貓 因為大家看過牠的時候 為何牠的眼睛這麼大 好像很假 當時是真的 還要找了兩隻貓 因為擔心一隻貓會發脾氣 對 不合作 你知道貓不同狗 所以很多時候 拍完第一隻貓 那隻貓就被抱到另一邊 要哄牠去餵食物 然後到另一隻貓頂住 挺有趣的 為何要加一隻貓 跟你一起拍 畫面不要那麼兇 其實當時教父套戲 也有一隻貓 牠時常會抱著貓 但過程之中都害怕 因為我對貓敏感 所以幸好是短毛 沒什麼反應 最重要是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很可愛 MC在剛剛短短幾分鐘的訪問 也提了爸爸兩次 其實牠是否影響自己 做歌手很深遠的人物 很坦白說 在一路的路上 可能從小時候開始 很多地方牠都會很全力支持我 反而牠不像很密守成規 或者一般家長覺得 你一定要讀書 你一定要找到一份好功 相反 牠從頭到尾都希望 我做一些我自己喜歡的事 而且牠都希望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做什麼都好 牠真的這樣說 就算你的目標成為一個乞丐 也好 你都要很用心 盡全力對牠做一個乞丐 其實是很影響心軟的 而且當時也經歷過很多事 因為當時身邊很多親戚的朋友 他們的兒女都讀得好好的書 有好好的工作 或者有好好的待遇 唯獨當時我還未必有太多的成績 所以當時令爸爸很大壓力 但即使在這個大壓力之下 他依然會很大壓力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成為歌手 其實有好大原因 都是因為他在後面的不離不棄支持我 會不會將家人支持這個元素 或者MC 大家都知道可能他加入樂壇之前 那條路是怎樣的 可能有bisking 或者很多兄弟一起陪著你音樂之路 會不會這些元素可以放到紅館這個show 其實說起這件事 我就覺得要提一提This SMC這個主題 因為當初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 究竟應該怎樣去訂這個演唱會主題 之前跟洪嘉佑就是Fenemy 因為有個拍檔叫Fenemy 這次就覺得應該怎樣 我就回望自己很多歌曲之中 我都發現找不到一個很大的主題 我就覺得 其實我什麼歌都好像有些 又有快歌又有慢歌 又有節奏感强些 又有些是抒情的 其實很難訂一個主題去連結他們 有個同事就說 其實這些元素加在一起 不就是你 於是奧符就說 對 不如就叫This SMC 定了這個This SMC之後 我們就很圍繞著MC這個人 當中演唱會會選擇的歌 可能是一些跟我很識識相關的歌 可能是一些我很喜歡的歌 或者是一些我想表達訊息的歌 或者是一些跟我背景 和音樂路上有啟發的歌 這些都有你自己去和團隊 在開會的時候拋很多出來 對 其實都相討過很多次 當中有些有加有減 但最希望的核心都是圍繞著MC這個人 大家會聽到所有的歌 可能派台 或者大家已經很耳熟能詳的歌 或者有哪些對MC在音樂路上 啟發性很重要的一首歌 都會放在這個表演上 對 所以你說哪些歌 或者一首歌 可以有個例子給大家聽 一首歌 我覺得應該會有 現在還在雙套 我很希望加入 這首歌是方大同的Love Song 當時聽R&B是很小時候 我想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首Love Song 我記得當時在叱冊頒獎典禮的時候 Love Song是拿了十大 我在電視機前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我就覺得很好聽 然後開始留意這個人 之後在一次的歌唱比賽中 我有拿過出來 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唱的歌 當然成績就好看 好像中學生唱到跪 我覺得差不多 但當時我沒有信心 不敢唱 純粹以玩玩的心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應該會收錄在其中一部份 這首歌也重要 之後有沒有再唱過 加入樂壇之後 或者有些Live Show 還是可能在紅館再挑戰它 我想唯一有唱過的時候 就是我在Busking的時候 或者當時一些餐廳找過我去住唱 那些情況是有唱過的 其他都沒有這個機會 MC提及到Busking 或者在不同地方去唱 或者舞台 或者大大小小商演 甚至去到紅館的舞台 其實你自己搭上舞台那一刻 最重要是三大MC上紅館之必要 可能要好的夜幕 要喝水 或者好的觀眾配合 我想第一次 上台的必要是呼吸節奏 因為這個呼吸節奏很影響我之後的表演 可能是唱歌 唱歌第一句 就已經決定整首歌唱得好不好 對我來說 因為你緊張 你自然會心跳得很快 然後你的呼吸就會很急 所以我覺得呼吸節奏 就決定了我的人的節奏 然後我的人的節奏 就很影響我做所有事情 那怎樣可以淡定下來呢 你知道有很多環境可以拍照 即是開操前 唱片公司突然轉動 然後弄髮化妝 有些人說要拍照 其實很難的 唯有就是 臨上台前 我會給自己一個很大的深呼吸 也是 因爲我們做MC 可以重複一次 或者想清楚流程 第一句歌詞是什麽 對 在音樂中做一次 然後做深呼吸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二就是 剛才你提及過的E-MON 最近我不知為何 經常踩爛E-MON 有看你貼文 還有我留意到 有時候唱Live 也要按一下他 也不是很… 你進不到那個狀態 你會很煩擾 對 所以我看你也有點分心 對 因爲我是一個很依賴耳朵的歌手 我覺得 如果聽不到自己唱什麼 我就唱得不好聽 對 所以到時我希望耳朵可以 安安全全地陪著我 貼緊我的耳朵 你這期是否要做一個賭舞 或量身訂造的 其實我已經做了三隻 有一隻 對 一隻就弄壞了 他們說你應該有屎啤 我對 我弄壞了那隻 是屎啤 已經沒有了 對 希望他們平安 你已經有新的 嗯 有的 你知道耳機也要去播一下 或者用多些 對 還有最煩的就是 他們一弄壞了 就要送到外國 再回來 所以這段時間 如果再弄壞 就沒有耳機用了 感傷很大 對 第三樣 紅館之必要是什麼 我覺得是觀眾 因為 很坦白說 其實一個show 除了表演者 樂隊 舞蹈員 緊要之外 可以營造到的氣氛之外 其實我覺得 有七八成的氣氛 都真的由觀眾去營造出來 因為很坦白說 在台上的人 可能只有十幾個 怎樣去把那個力量傳出去 其實真的要靠觀眾的氣氛 那些叫聲 所以我覺得 當一升上來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很享受這個表演 他們會有他們的尖叫聲 會有他們的掌聲 會有他們 但也希望他們會有安靜的時候 大家一起給大家一個 寧靜的機會去聽 表演者準備了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是否也有幻想 可能升上來的時候 那個感情是怎樣 或者要說些什麼 是否自己在腦裡 已經run過一次 至今沒有想過 因為我是一個頗為即興的人 我很喜歡臨場看到有什麼 就說些什麼 導演說要說話 才想 不過公司在開會的時候 就說你不要 你最好想好一些東西 無論如何都可以 百搭地說到的 用到的 就說了 而且因為這次演唱會 剛才提及過 你要將一個人的能量傳給這麼多人 我都擔心這一點我做不到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 我會找一個老師 可能去訓練一下 一些我 speech的時候 應該要有的肢體動作 或者一些說話的節奏 一些語氣的大小 我也想去訓練一下這方面的自己 令到自己在台上淡定一點 而不是 我都不希望 像你所說 別人給我108 來禁止他們 這樣看我的時候 可能就是喜歡你的那些 漏漏漏漏 不知說什麼 那也是的 但我都希望盡量 專業一點 踏上紅館 要尊重這個舞台 尊重這個票價 要找一個導師 可能是舞台劇的演員 或是教開舞台劇的 戲劇的那些 幫忙 挺特別的 你要抽時間去做多這件事 我覺得這方面 當然除了跳舞和唱歌之外 我都覺得 其實當你不是唱歌 或者不是跳舞 其他情況下 其實都是一個表演 那如何去令到這些環節不尷尬 又可以承接得到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這些細節位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和大家溝通的環節 我們今次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